但是那胖子如今不使用这种药物 自然不是出于对我的爱惜 而且人在接受了这种药物的注射之后 虽然口吐真言 但是却十分凌乱 需要十分小心地整理 方能够有条有理 而且也未必一定能够整理得合事实的真相 一般无意 我也耸了耸肩 道 我的确不认识这个人 那胖子冷冷地道 那你为什么人送信 我啊 第一声 叫了出来 我立即想起了那离奇死在张海龙别墅的后园 又经过我遗失的白种人来 所谓劳伦斯结家 一定就是他了 我立即道 你是说一个有着金黄求然的高个子 那胖子笑了笑 向身后的那阴森汉子道 我们亲爱的魏先生的记忆力原来并没有衰退 他记起来了 我忍受着他的奚落 平心静气地道 我是不认识这个人 在我见到他时 他已经死了 那胖子和那阴森的汉子两个 像是抖地吃了一惊 其声道 死了 劳伦斯死了 我道 是的 他是死在两个特瓦族人之手 你们既然从南美洲来 应该知道特瓦族人所用的毒药的厉害的 我开始尽可能的反击 因为我听出那胖子的英语 带有西班牙语的英语 所以我断定他是从南美洲来的 那胖子果然一愣 甘笑道 好 魏先生 那么 劳伦斯的朋友 那位有着十七八个名字的罗伯扬 他又交给了你什么任务呢 我冷笑道 罗伯扬如果有任务交给了我 我又何必沿着水管往下爬 那胖子不欺而人地点了点头 我站了起来 道 我相信我们以这样的地位相处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那胖子摸着下汉 道 魏先生 我们没有别的法子 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究竟担负着什么任务 我立即道 要知道 我一样不知道你们担负什么任务 那胖子仍然不断地摸着他的下汉 虽然他光洁的下汉上 一根胡子也没有 他慢条丝里地道 不错 但如今 你却被我们请到这里来了 这肥猪 他是在公然地威胁我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这几个是什么人 更不知道这些人准备如何对付我 但是我知道 如今我需要的是阵地 我需要的阵地